牛奶棉双骨编织 编织维巾需要学习到起帧、下帧和收帧 大家可以根据我们QQ空间中图纸上的尺寸和帧数来进行编织 首先我们来学习起帧的方法 大家请看我演示 这款维巾我们是用双骨线来编织的 织出来的维巾非常的饱满厚实 我们将两团线的线头合并准备起针 我们这里准备用边打边起针的方法 首先我们先打一个活结 将这个活结套在左手的棒针上 拉紧线圈 然后右手拿起棒针 棒针的针尖 穿过线圈 打下针 绕线 将线从前一针的线圈里挑出 将这一针的线圈呢 转移到左棒针上 再从两针之间的位置插入 打下针 将线圈转移到左棒针上 用这样的方法呢 我们起出想要的帧数就可以了 我们这里起十针作为演示 五针 六针 七针 八针 九针 十针 大家现在看到的就是起完针以后的样子 下面我们开始织围巾的主体部分 我们来学习下针的编织方法 棒针从两针之间的位置 插入第一个线圈 绕线 挑出 这个呢就是下针 我们继续织 绕线 挑出 我们将这一排织完 然后反过来 从第二排开始的第一针 我们都挑下不织 也就是除了第一排的第一针 织以外 其他时候的第一针 我们都不织 目的是为了让围巾的边 呈现出 辫子形状的纹路 我们将针绕到线的下方 将棒针从针尖的位置 插入 挑出 再将线绕到针的下方 继续织下针 将这一排制完 反过来 反过来 同样将第一针 挑出 直下针 直下针 我们用同样的方法呢 知道自己想要的长度 就可以了 当我们织完一团线的时候 就需要换线了 有的时候 我们的线团中会有接头 也可以用同样的方法 把接头剪掉 重新接上 下面请看我演示 这种双骨线 换线的方法 我们织完其中的一团 将线流出 10厘米左右的长度 换心线 拿出新线的线头 与剩下的线重叠 然后三根一起织下针 一般织四五针 一般织四五针的样子 用新线织织织 将剩下的线也织到 差不多10厘米的时候 换另外一团线 找出线头 与剩下的线重叠 织织织四五针的样子 这样呢 就自然过渡到新线的部分了 当我们知道想要的长度以后 开始收针 收针的方法也很简单 我们这里用的是一针盖一针的方法 第一针挑下 打一针下针 将前一针 将前一针的线圈 盖过第二个线圈 这样就收完一针了 我们继续 织一针下针 收针 下针 下针 收针 我们用同样的方法 将这一排收完 我们在收的时候 尽量松一点 不要把线圈拉得太紧 这样收出来的边 就不会缩到一起了 最后一针 将线从线圈里拉出 拉紧 剪断 留出10厘米的样子 然后用缝一针 将线顺着织物的纹理 收到织片里 收到织片里面 收到织片里面 取到一个小械铺的环铺里在线E 收到织片里面 帮助 垂 here 收到织片里面 发生结束了 水内 这么大 标准是 净 这是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